七夕节,老公送了我一捧莲捧,我不明所以,他接到嫂子崔毅莲的电话,匆忙离开。 当晚,我刷到了他的朋友圈,抱着一大捧鲜嫩欲滴的莲花低头浅笑。 配文,语毒爱莲,好大一朵,白莲花,他们在背地里滚在一起,那我当然要回他一份大礼了。 七夕节,我收到了宋志白送的一捧连捧,我哭笑不得,谁家七夕宋这个的? 宋志白见我面色不好,挠了挠头,你不喜欢吗? 我没有扫兴,摇摇头说着自己的安排,待会我们先去吃饭,然后晚上我订了两张电影票,宋志白欲言又止,最终打断了我的计划, 男男的幼儿园要办七夕节的活动,需要家长出席,我不想他被说没爸的孩子,我听完他的话沉默了许久,胸口像压了快,大时,能不能不去。 今天是七夕,宋志白常常地叹了口气,明月,你能不能不闹? 我瞪着双眸,我闹。 姑且不论今天是七夕,你是不是忘了,今天也是我们恋爱三周年的纪念日。 宋志白上前拽住我的手,从兜里掏出一个精美的盒子,明月,我没忘,这是送给你的纪念日礼物。 现在时间来不及了,活动要开始了,我先走了。 说吧,还不等我挽留,宋志白就拿上手机钥匙离开了。 我看着他离开的背影,钻着那条项链,久久没有说话。 他明明知道,我戴银项链会过敏,这条项链究竟是买给谁的? 我只剩苦笑,这一年来,类似的场景不断上演。 一年前,宋志白的双胞胎哥哥为了救他,车祸去世,只留下嫂子崔毅莲和五岁大的女儿。 崔毅莲不肯改嫁,带着女儿在宋家住着。 公婆很是欣慰,我老公也是多家照拂。 只要是崔毅莲有事,宋志白必定到场。 我想闹,却无法闹,否则会被安上不懂事的名头,只能一次一次地妥协。 正当我思考该如何度过七夕的时候,闺蜜的电话打了进来。 明月,姐姐带你去耍,八个男模,走不走。 小狼狗,小奶狗,高冷冰山一英俱全。 我扯了扯嘴角,下意识地想拒绝。 但是,想到我的老公去陪别的女人过七夕,顿时感到不服气,去。 等我。 挂断电话,我开着车库里最酷的越野车去闺蜜家,接到她之后,去她家开的酒吧。 李子木调侃道,怎么今天舍得出来了? 我的内心苦涩,不嫌不淡地开口,别提了,还不是嫂子有事,我家那位去帮忙了呗。 今晚放开完,李子木明白了我的意思,给我开了个卡座,上了几瓶好酒。 我开了一瓶酒,就往肚子里灌,趁着酒浸上来了,拽着身边的男生走向舞池中央。 昏暗灯光,迷离眼神中的彷徨,犹如那飘忽不定的魅影,毫无分寸。 一曲弊了,我才清醒了点,回到卡座上,拿起手机,刷起了朋友圈。 我看着最新的一条消息,是嫂子崔一连抱着一大捧鲜嫩欲滴的莲花低头浅笑的照片,看起来岁月静好。 配文,语毒爱莲,甚至她还在评论区里留言,谢谢之歌,记得我喜欢莲花。 好像有一根细细小小的刺在我的心肩上轻轻扎了一下,转瞬即逝,痛感却在我的身体里蔓延开来,手脚冰凉。 我捏着手机的手指泛白,连李子牧喊我都没有听到,还是她抢走我的手机,才缓过神来。 李子牧忍不住爆出口,你老公也太不自觉了吧,竟然给你嫂子送莲花? 你这嫂子果然人如其名,白莲花一个。 我没有说话,嗓子眼就像堵了团棉花,不上不下。 当机立断,我拿起手机对着灯红酒绿的舞池一拍,发了条朋友圈,配闻,七夕节的狂欢。 一顿操作下来,我才松了口气,李子牧对着我比了个大拇指。 我苦涩地扯了扯嘴角,原来那捧连捧也是剩下来送我的呀。 随后,我果断把手机关机,专心喝酒。 等散场了,我叫了个代驾,坐在车上才把手机开机。 一开机就涌入宋志白的电话和消息。 宋志白的声音带着怒意,明月你胡闹什么。 我强撑着清醒,怎么,你能送嫂子花,我就不能出来喝酒了。 一句话,把他对得哑口无言。 我俩相对无言,最终我说了句,今晚我去李子牧家。 随后就将电话挂断了。 李子牧醉熏熏地问我,你真不回去了? 我家可没有你睡的地方。 我苦笑地摇摇头,做错事的又不是我,当然得回去了。 说吧,我就让代驾先送李子牧回家,随后才送我到家。 我付过车费之后,摇摇晃晃地上了楼,却看见门口摆着一双女鞋和一双小孩子的鞋。 还不等我思考,我拿起钥匙开了门,看见宋志白正抱着喃喃,崔一连拿着玩具逗着他玩。 崔一连看见我,原本柔情的眼神,垫得淡漠,小顾你回来了。 此话一出,那股无助的感觉又在心间涌起。 好像他们才是一家三口,我是个打破美好氛围的第三者。 我扯了扯嘴角,这是我家。 崔一连扯了扯宋志白的衣角,她硬邦邦地开口,你还知道回来。 我见崔一连和南南在这,不好明说,只是冷漠地回了句,不然呢。 南南跑过来抱住我的大腿,甜甜地喊了句,小妈。 此刻,我脑海中那根名为理智的弦崩断了。 我怒怒圆瞪看向他们,我不相信在没人叫她的情况下,她会说出这句话。 崔一连抱起南南,语气抱歉,南南就是把志白当成她爸爸了。 小顾,你别生气哈。 我忍住心中的怒气,直接赶人,嫂子现在时间也晚了,再不回去,爸妈该担心你们了。 我怕我再不敢忍,我会动粗。 崔一连走后,宋志白一脸疲惫,明月,我今天陪南南一天已经很累了,你就不能讲点道理吗? 我满眼失望地看向她,我不讲道理吗? 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送她的是荷花送我的却是莲蓬? 你再跟我解释一下,她朋友圈是什么意思? 南南为什么会叫我小妈? 一连三个问题,问得她哑口无言。 宋志白弩弩嘴,态度软了下来,那是我哥每年都送她莲花,我不想让她有落差感。 再说了,小孩子拿懂这些弯弯绕绕的,都是你想太多了。 我烦躁地揉了揉太阳穴,不耐烦地打断了她,我就怕我想得不够多,到时候我真的成了南南的小妈。 宋志白猛地提高了声音,他们孤儿寡母想有个依靠,你让让他们怎么了? 我冷眼看向她,我都快计不清这一年来,宋志白说了多少句类似的话。 因为崔一连失去了丈夫,南南需要父爱,我就必须看着我老公和他们成为一家人。 宋志白甚至没有任何的愧疚和解释,就给我安上一个不懂事的名头,让我乖乖听话。 我感觉无力极了,爹坐在凳子上,那你怎么不干脆代替你哥? 宋志白没有继续争论,而是冷着脸进了客房,一如之前。 我躺在主卧的床上,久久没有入睡,那句代替他哥是不是说得太过了? 想到这,我又忍不住起身去客房看他,见他已经睡着了,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谈谈这件事。 我准备转身离开,却看见他的手机屏幕亮了起来,鬼使神拆的,我打开了。 我看着微信,置顶的崔一连,志白,今天是嫂子不对,你可千万别和小顾吵架,以后不麻烦你了。 南南也该知道他爸爸去世的消息了,明明是狠实大体的两句话,可在我看来,却是如此讽刺。 我指不住地手抖,以宋志白的口气回了句,嫂子,你明白就好。 随后,我将这段对话记录删了,小心翼翼地离开了客房。 尽管这段聊天以后可能是隐患,但是我就是小心眼,容不得沙子。 一日,我和宋志白毫不犹豫地陷入了冷战,谁也不肯先开口说话。 宋志白拿着公文包去上课了,我则是躲进书房砖新码字。 只是我一直盯着屏幕,也想不出什么剧情,心烦意乱之际,我打电话约李子木到最常去的咖啡馆。 半小时后会合,我边喝着咖啡边吐槽昨天的事情。 李子木面色沉重,我也觉得你嫂子有点不对劲,之前也这样。 我陷入了回忆,大伯哥和崔义莲很相爱,是十里八乡都认可的模范夫妻。 崔义莲也是大学老师,看起来楚楚可怜,很容易让人产生保护欲,所以大伯哥让他安心在家当全职太太。 他每天的事就是学习插花茶艺,偶尔兴起做些小点心,连孩子都是交给保姆带的。 家里所有的事都不用他操心,所以当大伯哥去世之后,他就失去了主心骨。 只能将希望放在宋志白身上,家里没电费了,是宋志白交,家里热水气坏了,是宋志白去修。 就连打破了几个盘子,都是宋志白买好送过去的。 最开始我也理解,毕竟孤儿寡母。 但是时间久了,我心里有了隔阂,和宋志白闹了一次后,崔义莲带着南南住在公公婆婆家才算完。 甚至为了不让南南伤心,宋志白承担起了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有时候,我都看不明白,到底谁是她的妻子了。 李子木握住了我的手,明月,这件事,你没错。 我茫然地看向她,我真的不算无理取闹吗? 无理取闹,是我听过最多的话。 李子木摇摇头,安慰到没有哪个女人,能够忍受和别的女人共享一个男人,除非他不爱她。 我听完,恍然大悟,这一年的忍耐让我都快忘记,最开始便是两人不对。 我迷茫地看向她,那天,南南叫我小妈,会不会也是崔义莲受益的。 李子木点点头,和我分析了一大堆。 我听完之后,决定开诚不公地和宋志白再谈一次。 毕竟,崔义莲就像卡在喉咙里的刺,不上不下。 我觉得再不讲清楚我就要疯了。 李子木陪着我去找宋志白。 宋志白在大学任教,是辅导员。 我之前来过几次,已经驾轻就熟了。 我直奔她的办公室,敲了两下门,见没有反应,推门而入。 而映入眼帘的便是,崔义莲点起脚尖替宋志白整理领带, 甚至还不小心地擦过她的嘴唇。 怎么说呢?画面很美好,美好地让人不愿意打扰。 我就静静地站在门口,心一寸一寸地冷了下来。 还是崔义莲看见我,挑衅式的炫耀,小顾你来了。 快坐,别客气。 待会儿志白要去开表彰大会呢? 一如往常,她知道怎么要舞扬威才能扎痛我的心。 我冷眼看向宋志白,她连忙上前拉住我的手。 老婆,你等会儿陪我去吧。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做了几个深呼吸之后,扯出淡淡的笑容。 好啊,老公。 我特地将老公两个字咬得很重。 有些时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果然没错。 崔义莲最终离开了,只留我和宋志白在办公室里。 我一直强撑着忍耐到现在,像是泄了气的皮球。 我收起笑脸,冷眼抬眸看向他,你还真是舒扫情深哈。 宋志白慌了神,看起来有些手足无措,跟我解释。 来来回回便是那几句话,我已经听得耳朵起茧子了,无非就是崔义莲把他当精神寄托, 男男需要他,诸如此类。 如果是以前,我可能会忍,但如今我不想忍了,够了,我不想再听你狡辩了。 我不想我的婚姻存在别人,也不想我的老公成为别人的老公,我受不了。 宋志白双手抓住我的肩膀,明月你怎么能这么看我呢? 这是我欠他的。 我没有和往常一样大吵大闹,反唇相机,那不如我直接离婚搬出去,给你们俩疼地方。 反正我看你挺乐在其中的,他亲你,你也挺享受的不是吗? 他满眼怒气,怒目圆瞪,你为什么总以最坏的恶意揣测别人。 小杜姬长,我失望地看向他,他总是如此,揣着明白装糊涂。 此刻我只觉得对牛弹琴好累。 宋志白,这一年里,你一步步地试探我的底线,我累了,所以我不想再纠缠不清了。 我知道楠楠失去爸爸很可怜,也知道嫂子失去丈夫很凄惨,但是我有丈夫和没丈夫又有什么区别? 要么你和他划清界限,要么就离婚。 扔下这句话,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毫不意外地,我和宋志白陷入了冷战,但是他当着我的面将崔毅莲的微信删了,保证不再联系。 甚至公公婆婆都来说情,说他们收崔毅莲做干女儿,也在给他介绍相亲对象,以后不会再麻烦宋志白了。 我爸妈知道了这件事,轮流来劝我要是大提,不要斤斤计较,我一一应下,却依旧觉得他们以爱的名义绑架我。 我被束缚得快要喘不过起来了,却又不得不再原谅他一回。 晚上,宋志白又端着一杯热水走到我的面前,老婆你辛苦了,吃了这个早点休息吧。 我点点头,这段时间的冷战让我心力焦脆,总感觉浑身提不起劲,甚至有时候昏昏沉沉的。 我从他手中接过热水,浅抿了口润润嗓子,随后拿过药片,想往嘴里塞。 不知怎地,胃里翻滚起恶心感,我连忙起身小跑到卫生间,抱着洗手盆就吐了出来。 我吐干净之后才感觉到舒坦些,才让宋志白送我去医院。 挂号检查之后,我才知道我已经怀孕两个多月了。 我呆入目击,大脑一片空白,什么都听不进去。 现在这个情况,我并不适合怀孕。 虽然所有人都在跟我保证宋志白和催一连清清白白,但是我心里依旧有道砍跨不过去。 不被父母所爱的孩子,出生只会是痛苦。 我像个提线木偶跟着宋志白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 宋志白有些紧张地握着我的手,明月,这孩子能不能不要? 我原本呆愣的眼神,不可置信地看向他,无声地问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宋志白耐心地解释道,嫂子最近一直在相亲,但是带着喃喃不方便再婚。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所以我想把喃喃带在身边,就和我们亲女儿一样。 我也不想让他有落差感,所以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一个笑话,甚至提不起力气生气,只是淡淡地说道, 所以,你要为了喃喃,不要自己的亲生子女。 宋志白嘴唇发白,微微汗手。 我只觉得我已经是浑身的麻木,勉强挤出几个字,行,打了。 宋志白欣喜若狂,甚至还有点欣慰。 我躺在手术台上,只觉得冰冷和无助,孩子对不起。 我爱孩子,但是更自己,所以不想让孩子捆绑住我的后半生。 当我被推出来的时候,我看见了宋志白身边的喃喃。 我闭上眼,却缓缓滑落泪水,原来在我打了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他去接了喃喃。 宋志白走到我身边,小声地说道,明月,对不起。 我睁开眼,尽是冷漠和麻木,我们离婚吧。 他就当没听见一般,扶着我要回家。 离开医院之后,宋志白请了长假照顾我。 我很坦然地接受了,也和他摊牌了,除了小月子就离婚,他什么也没说,一如既往。 楠楠也在客房住下,老实说他是个很乖的孩子。 又或许是知道这是在我家,凡事都小心翼翼,懂得识人观色,这点倒是比他妈好些。 我也没有迁怒他,好吃好喝地招待着。 让我意外的是,宋志白会洗衣做饭。 我将目光投向南南,他一直都会这些吗? 南南点点头,苦涩在我的嘴里蔓延开来,我分不清到底是大伯哥还是宋志白这样,不过一切都与我无关了。 南南小心翼翼地问我,爷爷奶奶都说,妈妈不要我了,爸爸说你才是我的妈妈,对吗? 我笑得温柔,摸摸他的头,想起那个还未出事的孩子,坚定地拒绝道,我不是你的妈妈,你叫我阿姨就好。 南南点点头,我随手拿起桌上的营养品,准备往嘴里塞。 南南拉住我的手,含糊不清地说了句,要,不要。 我摇摇头,这是要,小孩子不能吃的。 南南突然哭闹不止,一直拽着我的手,甚至惊动了在厨房里的宋志白。 宋志白穿着围裙,眼神有些紧张,冲过来抱住南南,南南乖,别闹你明月妈妈了。 我只觉得这个称呼恶心,丢下一句我说了,让南南叫我阿姨就行,就离开回到自己房间休息了。 甚至连婶婶都不是,我想宋志白应该知道我对她失望至极了吧。 我躺在床上,胡思乱想了许久,收到了崔毅莲的消息,顾明月,你为什么要霸占着不爱你的男人? 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 我只觉得好笑,别再这桩可怜了,过段时间我们就去离婚了,祝你们幸福。 说完,我就将她的微信拉黑。 这半个月里,宋志白一直都在苦苦挽回我,可我内心毫无波澜。 甚至有些疑惑,我之前真的有这么爱她吗? 或许吧,但是在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中,情意早就被磨光了。 宋志白跟我表了很多次忠心,说她只爱我一人,不会再和崔毅莲有瓜葛。 要我将喃喃看作自己的亲生女儿,我们一家三口依旧能够好好过下去。 我听完麻木不仁,我只觉得之前的我可真见哪,一直执迷不悟,不撞南墙不回头,才会落得今天这个下场。 压死骆驼的从来都不是最后一根稻草,而是长期以来的压迫。 最终,我被李子木的电话拉回了现实世界,明月,你下午有空吗?我带你去体检一下吧。 我点点头答应了下来,只是怎么都没想到,这会让我对宋志白失望至极。 我没有和宋志白打招呼,直接开车去了医院。 李子木的爸爸是医院的院长,所以我们很轻松地就挂到了号。 几个楼层到处跑之后,我终于将体检的项目做完。 我握着他的手,有些感动,过两天,我就要去离婚了。 李子木点点头,没有责备,只有支持。 我们只需要五天之后再来取体检报告,见天色还早,也不愿意回去,便准备找家火锅店做作。 只是没想到,我们刚坐下,对面就来了个不速之客, 崔义莲毫不客气地扔了个信封到我跟前。 我嘴角微微勾起,原来都这么等不及了吗? 我慢条斯理地打开信封,里面的燕照不堪入目。 我的眼睛被刺痛,但是依旧保持冷静,这能说明什么? 毕竟他们哥俩可是双胞胎。 崔义莲嫌弃地看着我,你现在都已经是这富贵模样了,还不能承认自己留不住男人吗? 我看了看她,穿着最新款的连衣裙,烫的梨花卷,手上还做着精致的美甲,全身上下无一步展示着她的美。 我盯着她,但藏在桌下的手打开了手机的录音,所以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崔义莲有些愤怒,小顾,我和智白是真心相爱的,求你放过她好不好。 我淡定地看向她,你丈夫去世一年,你就和她弟弟真心相爱了。 我的条理清晰,每句话都说到重点上,引得其他顾客侧目相看。 崔义莲气急败坏,眼波流转之间,那双好看的眼睛含着泪水,我爱我的丈夫,所以智白是我唯一的精神寄托了,我这辈子只有她了。 我不想听她继续说下去了,不耐烦地摆摆手,你赶紧滚吧,不然我不介意一直拖着。 说吧,离子木就起身,将她推丧出去。 我夹起锅中的肉,只觉得胃如嚼辣,原来,两人早就滚在一起了呀,只有我像个小丑。 离子木就这崔义莲的事情骂骂咧咧,可我的脑海中却逐渐清明。 我温婉地笑道,既然她都将证据送到我面前来了,那我不得好好的利用。 离子木的眼神变得跃跃欲湿,而我则是心一寸一寸地冷了下去,因为我的脑海中有个大胆的想法,需要我去验证。 我回到家,趁两人熟睡的时候,从他们的头上拔了根头发。 一日,我小心翼翼地装好,交给离子木。 离子木也明白我的意思,加急做了DNA对比。 当天晚上,我拿到了亲子鉴定报告,一字一句地看完,只知道宋志白和喃喃的血缘关系达到99%,也意味着这孩子是宋志白的。 我拿到这份报告单,愣愣地看着,看着看着就笑出声来了,好啊,真好啊,原来我们一直被蒙在鼓里。 离子木呢呢地说着,生怕惊扰了我,明月,你的体检报告也有问题,我抬起头,看向他,面色淡然,你说吧,是患癌症了。 还是哪里出现问题了? 离子木呢地说,最终小声说道,你的饮食里,可能会有致患作用的药物。 我看着他,手中的DNA报告,婴生倒地,脑海中一片混沌,没有思绪。 离子木继续说道,现在发现得早,所以你的精神状态还好,但是长此以往,会引起运动功能障碍,甚至产生幻觉。 我的脑海中走马观花 突然就像触电一般 想起南南那天一直拽着我的手 不让我吃药的场景 好像一切都能解释通了 我的额头浸染了一层冷汗 心中更是大惊 李子木说了什么 我都没听进去 跌跌撞撞回到了家 看见宋志白正在给南南喂饭 只觉得刺眼 我忍住内心的恶心 进了自己的房间 在床头找到了那份营养品 从里面取出了一片药片 装进塑料袋里 若无其事地帮南南洗了澡 此日 我把那片药片给了李子木 他很快给我回了消息 这是地稀派 我靠墙滑落在地上 心底那酸涩的情绪 怎么也压不住 原来我的枕边人就这么恨我 甚至恨不得我去死 李子木小心翼翼地试探着 你要不要离婚 我可以找律师帮你 我拒绝了他 好 但是这件事让我自己来处理 虽然他不理解 但还是选择尊重我 帮我隐瞒了这个事实 我知道如果打官司的话 我能分到大部分的财产 但是我目前并不想 我要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我的小月子做得差不多了 宋志白跪在我的面前求不要离婚 我微笑着答应了 他又惊又喜 我只觉得很陌生 明明不爱了 为什么总是要装出一副深爱的模样 崔毅连也开始疯狂 私信辱骂我 从你为什么不离婚 到你难道没有自尊吗 诸如此类 很是难听 我倒是不甚在意 甚至还有心情发条消息刺激他 只要我不离婚 你们就不能正大光明在一起 而南南终归是见不得人的私生女 我和宋志白重归于好 他又重新搬进了卧室 每天我都会当着他的面 吃下那些营养品 但是里面的药片 全部都换成了维生素B 甚至我每天都会给他熬汤 只是里面放了些地稀盘的粉末 我看着他喝完 嘴角微微扬起 但是很快恢复原状 宋志白显然误会了些什么 拉着我的手说道 明月 南南已经睡着了 我明白他的意思 生理性地觉得恶心 只能敷衍地找个理由 我工作还有些事 明早就要教 你先睡吧 我是个线上的做班编辑 工作量也是不固定的 所以这么说 他也信了 被我敷衍过去 我去了书房 坐在电脑面前 戴上耳机 打开了视频 面前赫然便是 李子木帮我找的金牌律师 我将资料 全部发给他看了之后 他信誓旦旦跟我保证 可以分到三分之二的财产 我点了点头 红唇清起 还不急 这件事 我必须找个完美的动机 宋志白所在的大学开学了 每天也忙了起来 而他理所应当地把南南扔给我带 好在南南已经上幼儿园了 再加上每天中午都不在家吃饭 倒是轻松许多 但是与此同时 他的记性也越来越不好了 从最开始忘了我说什么 到后面忘记南南还在读幼儿园的事情 我丝毫不意外 周末的时候带着他在小区里晃悠 小区里的阿姨们很是热情 纷纷拽着我的手聊天 这姑娘长得真水灵 像爸爸多一点 知道内情的阿姨拽了一下她的衣袖 我浅浅一笑 俨然一副好媳妇的样子 是呢 我家老宋帮他哥哥养孩子 连自己的亲生孩子都能打了 此话一出 几位阿姨哗然 面面相去 我却不甚在意 毕竟这件事通过他们的嘴宣传出去 说不定还能把完整的故事给编排出来呢 果不其然 这些话就传到了宋志白和崔毅连的共同好友的耳里 大家都大谈特谈 怀疑其两人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简单 有些人说 两人估计很早就好上了 只是一直瞒着 也有人说 是崔毅连耐不住寂寞 把宋志白当他老公了 总之都不是什么好话 崔毅连的爸妈也禁止他出门 丢不起那个脸 宋志白知道了这件事 在家着急上火的 到底是谁乱传谣言 我低着头 慢条思理地看着李子木给我的消息 算算时间也差不多 慢条思理地站了起来 是我呀 怎么了 宋志白面色一僵 不可思议 我笑着走到他的面前 这难道不是事实 说吧 我从包里拿出之前的亲子鉴定报告 和他俩的床照扔在他的面前 宋志白甚至都没有仔细看 身子微微颤抖 你怎么知道的 我掀了掀眼皮 当然是嫂子给我的 顺便我就做了个DNA 怪不得你宁愿让我打胎 都不愿意送走南南 感情是你的亲生女儿 宋志白还想争论什么 却被我先行打断 这是离婚协议书 如果你不签 我就将这件事彻底闹大 到时候你看看你的工作 还能不能保得住 宋志白的眼神涣散 说话都不利索 我不离婚 拖都要拖死你 我嘲讽地笑了 捏着他的下巴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能耐了 我实在是没想到 你竟然想让我死 如果我起诉 你想想能判多久的刑 宋志白挣扎起身 有些强弩之末的意思在里面 我淡定地看向他 如果你签了 我就成全你和崔义莲的爱情 所以选择权在你手上 我知道宋志白这个人 既要面子又要李子 他喜欢崔义莲 但是碍于书嫂的名分 不能落人口舌 所以我敢肯定他会签 果不其然 他颤颤巍巍地拿着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我闭上眼睛 泪水缓缓滑落 只觉得解脱 原来真正释然的时候 心难过得喘不过气来啊 我笑着蹲下身来 看着他逐渐癫狂的样子 拨打了120 我老公精神好像有问题 我陪同宋志白去了医院 挂了专家号 一通检查下来 医生开具了精神病的诊断书 至于血液中存在药物的事情 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迅速报了警 警察顺藤摸瓜 发现了他非法购买地吸盘的证据 但是碍于他现在患了精神病 只能缓刑 不过无所谓 等他好了的那一天 又有牢狱之灾 想想也够惨的 我将他送进了精神病院 并且用他的卡刷了 最好的疗养方案 其中还包括了电机水疗 我又用他的卡冲了一笔钱 笑得温柔 医生 麻烦你们了 什么治疗有效果上什么就是 等我交了钱出来之后 看见崔一连抱着 喃喃急匆匆赶来的样子 扑吃一笑 这次我是真的离婚了 祝你们婊子配狗天长地久 我去找了律师 把离婚协议书帝给他 律师也很迅速 帮我向法院申请了离婚 速度快到择舍 最终法院判定离婚 将三分之二的财产都分给了我 包括我们现在住的那套房子 离子木知道之后 来我家找我庆祝 我坐在沙发上摸着平平的肚子 想着的却是那个还未出生的孩子 离子木笑着摸摸我的头 从外面牵了只萨摩耶进来 恭喜顾小姐恢复单身 我看到萨摩耶 眼神都亮了许多 我一直都很喜欢小狗 但是宋志白对狗毛过敏 一直反对我养 所以离子木送了我一只萨摩耶 既弥补了我养狗的遗憾 又无声地安慰我失去孩子的悲伤 知我者 离子木也 离子木笑着凑到我面前 你知道崔义莲现在怎么样了吗 我薅着萨摩耶的毛 不慎在意 那天她去精神病院看宋志白 结果宋志白发病 出现幻觉差点掐死她 离子木说得起劲 好在医护人员及时阻拦了下来 而我也把那些消息给放出去了 现在大家都知道他们俩的破事了 我点点头 对她充满感激 谢谢 离子木豪爽地挥了挥手 你还跟我客气呢 现在崔义莲就是过街的老鼠 人人喊打 而且宋家父母现在正找她算账呢 想抢喃喃的抚养权 我听完内心毫无波澜 我自认为我并不是个心思敏感的人 所以才能一次又一次地包容崔义莲在我面前炫耀 但是真的等我解脱 置身事外的时候 我只觉得罪有应得 我抱着萨摩耶 笑着和离子木说道 我想给她取名就叫暖暖吧 暖暖就像个小太阳一样温暖我 这也是我曾经给肚子里的孩子取的名字 等所有事尘埃落定 我觉得晦气 把这套房子给卖了 然后换了一套小公寓 虽然不大 但是住着温馨 屋里的家具 我全部送给了小区里的阿姨们 他们自然是欢喜的 纷纷安慰我 我洒脱一笑 开始全心全意装修自己的小屋子 我装成了我最喜欢的田园风 不再是宋志白喜欢的黑白风 我把床上的四件套换成了碎花的 盖起来很温暖 不像原来的深色 看起来便觉得压抑 我还将阳台打造成了小花园 种了些花花草草 每天都会坐在那冻暖暖玩 我妈笑着问我 那你还打算再婚吗 我摇摇头 结婚这个词就很生动了 女发婚才想着结婚呢 话说得很明白 在得知宋志白想要下药害死我后 我妈也不敢继续刺激我 让我随心 我又将原来的车子卖了 添了点钱买了房车 并且装修一番 我拿到钥匙 打电话给李子木 去不去旅游 他答应得很快 看到我的车的时候 眼里闪过惊艳之色 这是要来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 我将地图拿给他看 你之前不是一直嚷嚷着想去云南玩吗 这次去就玩个痛快 李子木抱着我猛亲好几口 我却看到了远处跑来的南南 他看起来怯生生的 阿姨 我蹲下身来 笑着递给他一颗糖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 南南没有说话 宋家父母连忙跑上前 看见我也是愧涩难掩 我把三分之一的财产 留给了他们 也足够他们一样天年 好在他们也通情达理 没有继续找我的麻烦 而在交谈中 我得知了崔毅连 丢下南南去了别的城市 举目无亲 举步为奸 我内心毫无波澜 和他们道了别 李子木冲我挥了挥手 走了 我点点头 上车之后一脚油门 向云南出发 我们见证了四季如春的昆明 也看了如诗如画的 丽江古城和大理古城 还看了雄伟的 玉龙雪山和苍山而海 体会了西双板奈的热情如火 很幸运的是 我碰上了歹足的泼水节 我和李子木融入当地 玩得不亦乐乎 夜深了 李子木和我说道 崔毅连最近交了个男朋友 很有钱 然后说带他去缅甸赚钱了 我有些揪心 又有人被骗了 但是很快收起了自己的慈悲心 如果他不贪 根本就不会跟着去 说到底 就是他自己的贪欲作祟 怪不了别人 我们在云南待了三个月才回去 我临时起意 去了精神病院看了宋志白 他现在精神状态好多了 也清醒了许多 看见我痛哭流涕 明月 当初是我错了 他叙叙叨叨说了很多 他不应该酒后乱性 更不应该和崔毅连睡在一起 还不应该让我打胎 只为了照顾南南 最不应该对我起了杀心 想要在不知不觉中除了我 我静静地听完 淡淡地反驳道 一步错步步错 如今造成这个局面 都是你自作自受 所以你好好治病吧 到时候出院之后 还有牢狱之灾等着你 还有 你别口口声声地说爱我 我觉得恶心 你最爱的只有你自己 话必 我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出来的时候 暖暖一个扑腾 跳到我身上 我笑着抱起了他 才三个月不见 就长得这么大了 甚至都要抱不动了 我想 当初那个孩子生下来 也一定会这样 活泼好动吧 不过我现在又暖暖了 丸子接下来 还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小姑子在朋友圈晒了张LV小胯包的图 还有一张他跟娃爹成年后 十指相扣的牵手照 配文 有个哥哥就是幸福呀 我一脸震惊 想起他们以往种种骚操作 我气不打一处来 直接留言 妹子 到底哪种形式的幸福呢 另外 幸福前 咱先把包还了呗 刚送完孩子 买完菜 准备微信支付 朋友圈 跳出一条更新 打开一看 是小姑子晒了张刀V小胯包的图 还有一张他跟娃爹成年后 十指相扣的牵手照 配文 有个哥哥就是幸福呀 我一脸震惊 这不就是前几天 娃爹买的说 要送给客户的包吗 原来所谓的客户是他妹妹 下面还有一堆留言 他妈 我家珊珊从小就疼娇娇 他爸 别说一个包 就是天上的星星 你哥都给你摘 他就 亲情无价 这代表哥哥很疼你这个妹妹 他姨 怪不得娇娇不想嫁人 哪个男人能比得上哥哥呀 他表妹 娇娇 珊珊哥 对你就是好 好羡慕呀 看完留言 我气得浑身哆嗦 手里的手机不小心掉在了地板上 正面朝地 摔花了平保 就像我此刻的心情 就在昨天 孩子让他买双奈克鞋 他都不愿意 买什么奈克 很贵的知道吗 小孩能穿就行了 结果扭头给他妹买了一万八的包 看到眼前场景 想起之前种种骚操作 我气不打一处来 脑袋轰得一下失去了理智 直接在下面留言 妹子 到底哪种形式的幸福呢 另外 幸福前 咱先把包还了呗 结果还没等我还口气 我的手机被打爆了 电话 微信电话 微信语音 轮番轰炸 我一个也没搭理 我用脚趾头都能想到此时 他们有多恼怒 没想到不到半小时 娃爹居然气冲冲地杀了回来 他上来二话不说 直接拽起我的领口 你TM有病是吧 一个包治鱼吗 你就想让我在亲戚面前丢人现眼是吧 我也不甘示弱 反手就是一巴掌 你TM才有病 看看你们做的都是什么事 怎么了 我们干什么了 我不就给娇娇买了个包 至于吗 还不就买了个包 MLGB还差不多 你不是说这包是送给客户的吗 客户不要 我给我妹怎么了 客户不要你可以给我呀 那可是一万八的包 他冷笑一声 喝 给你 给你能买菜吗 还是给孩子装水壶 你赶紧把流言删了 不然这是没完 好 我就等着没完 你赶紧把包要回来 不然这是没完 两个人僵持了半天 谁也不肯让一步 到了吃饭的点 我只做了自己的饭 打开微信 家族群九九家未读 他爸不就是一个包 至于吗 他妈某人自己在家啥也不干 做妖第一名 他就哥哥疼妹妹多正常 用得着外人在这说三道四吗 他大姨 有些人就是看不得别人家庭和睦 自己想要也让你哥买去呀 我知道他是在暗讽我 自从父母离婚 我跟着我妈 我哥 他表妹 就是某些人 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 长那么丑能嫁给我 表哥就不错了 有什么资格跟娇娇结比 她妹先是发了一个 委屈到想哭的表情 接着发了段清澈的绿茶言论 嫂子 对不起 回头 我就把包给你寄回去 你可千万不要 因为这点小事 跟我哥吵架 那我真最该万死 喝 绿茶果然是不分身份的 我 对不起 我对绿茶过敏 他爸 什么时候了 你都说的什么呀 你对绿茶过敏 就喝别的茶 好吧 不得不承认我笑出了诸声 他大姨 娇娇 把那包给她 看她那张老脸配不配背 一万八的包她背上最多一百八十 说完 他们在群里一顿乱舞 也是 他们不一直是这样吗 他大姨 他表妹在群里叽叽歪歪 他大姨早就对我有意见 七年前 我跟江山结婚 我们是裸婚 两家都没出一分钱 还好我们算幸运的小镇做提家 披荆斩棘 一路厮杀 才走到今天 刚结婚不久 他大姨来北京看病 非让我们给挂专家号 你们在北京 挂个专家号 有什么难的 来之后 他们又非要住家里 可家里根本住不下 我提出让他们去住宾馆 可惹怒了他大姨 有什么呀 看不起谁呢 打发叫花子 也不是这么个打发法 牛脸对着他闺女说 你以后结婚了 要是敢不让我住你家 我打断你的腿 我听不下去 直接丢了句 我有啥做得不对的地方 可以当面说 别含纱射影 指桑骂怀行吗 他没想到 我会当面给他甩脸子 他气得咬牙切齿 从椅子上一下滑到地上 哎呦 不得了了 城里人欺负我这个乡下老太婆了 事后他跟他妈强迫我跟他大姨认错 我偏不 从此之后 我成了他们嘴里十足的恶父 结婚后三年才第一次回他老家 过年回他老家 一群人埋态我 我还以为珊珊哥会找个啥样的 就这样的呀 亏了他这样的条件 再攒着 必着眼找的也比这强 看着珍老 跟珊珊哥一点都不配 想起过往 气不打一处来 此时 他们还在喋喋不休 而我亲爱的老公 连个屁都不放 我亲爱的公婆 也是各种恶心我的表情包 MD 不让我好过 你们也别想好过 我啪啪啪 对着破碎的瓶宝一顿输出 听说表妹找了个高富帅 啥时候给大家看一看呀 她家那点事 早就被我婆婆这张嘴说烂了 我婆婆没事整天跟她儿子在那嘀嘀咕咕 还以为我不知道 你表妹文文找了个有钱的男朋友 后来才知道人家有家事 把你已给气的 你没看出来吗 文文长得像她爸 斜拔子脸 怎么化妆都不好看 听你一说光整个下巴就花了好几万 后来又相亲一个 结果那男的说只找原装的 可把你一他俩气死了 你一副找了个小的 还在外边偷偷生了个儿子 我先是把之前她妈跟她的那些闲聊整理整理 一股脑都发了出去 接着专门 她大姨 她表妹 听说我姨父又给文文表妹找了个小妈 不知道你们一家人相处得如何呀 青春美少女 文文 一顿操作猛如虎 微信群炸开了锅 她舅舅 一个女人毁三代 这样的泼妇 简直可以毁十八代 建国 这样的儿媳妇 我都替你丢人 男人致死是少年 男人致死是少年 是我公共 平时一直对我不满的公共这回却出奇的安静 别人 了她半天 她也只是发了一个尴尬的表情 她一直被她连金拿捏 这回我怎么也算帮她扬眉吐气了 她怎么能放过恶心连金的机会呢 她大姨 你都是听谁说的 再胡说 撕烂你的嘴 我 对对对 我都是胡说 那你问问你的好姐姐 她表妹 胡菊花 你以为就你干净是吧 没事天天跳广场舞的男的是谁呀 她表妹直接在群里 喊起了我婆婆的大名 她表妹 买个菜花 把人家叶子跟杆子全扒拉掉 只剩菜花 丢不丢人啊 她妈 我怎么丢人了 我就是要买菜花呀 不扒拉掉 怎么买 她 陈思思 看你干的好事 她瞪着我 气急败坏 恨不得一巴掌 就要打过来 她就又蹦出来当大家常 都少说两句 家和万事兴 我们这个家 一向讲究尊老爱幼 老人说你的 不管对了错了 都不要顶嘴 不然太没教养 也让人看笑话 只要进了这个群 大家就不能坏了规矩 我不希望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了 她就是老师 她舅妈是护士 吃了公家的饭 离开了农村 在城里买了房 总觉得自己是家族里的大家常 对待自己的儿媳妇更是极尽刻薄 没事就在群里发一些恶心儿媳妇的文章 哼 这会真是装得一手好人 当时我结婚 她就死活不同意 离异家庭就不能找 父母离婚孩子也会离婚 这句话现在看来 倒是越来越有道理 至少在我这是这样 不一会 我爸给我打来了电话 我懒得接 电话一直打个不停 我怕有急事就接了 果然又接错了 我爸上来就是劈头盖脸 把我教育一番 思思啊 不是爸爸说你 也不知道你妈都是怎么教你的 你怎么是现在这个样子 小时候明明挺可爱的呀 哼 她跟我婆家人的沟通 比跟我顺畅多了 她那句她呀 就是脾气不好 跟她那个妈一样 都是毁在脾气上 更是成了江山 每每指责我的力气 每次吵架 江山都会说 你爸都说了 你脾气差 此时 我忍不住冲她大吼 可当初 明明是你出轨 我妈才跟你离婚的吧 大人的事 你不懂 我是不懂 但我起码知道 不会帮着别人 欺负自己的闺女 我爸被我对得哑口无言 也是 他以为他有一个 给他长脸的女婿 女婿逢年过节 提的几瓶酒 比我这个闺女重要多了 他女婿有出息 闺女只能在家带孩子 不得不说 男人比女人更现实 即便父女关系 很多时候 也是如此 我知道 闹到这份上 我跟他家亲戚之间 已经彻底撕破脸 往后的日子 只会是苟延残喘 他妹妹给我打电话 哭得嗓子都哑了 嫂子 都是我的错 我太小了 考虑不了那么多 只想到哥哥疼我 你别生气了 生气容易长斑 尤其你这种生了孩子的女人 我隔着电话打了个喷嚏 不好意思 我对绿茶过敏 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 其实想想 一切都有迹可循 娃爹比小姑子大六岁 比我小三岁 可小姑子一直把自己当小女孩看 还记得第一次回他老家 我正好赶上大姨妈 我当着她的面 让娃爹帮我买卫生巾 只见她听到了 羞红了脸 一下跑开了 江山一脸严肃 你以后不要当着娇娇的面说这些 她很单纯的 那时我还以为她说的都是真的 吃饭时 他们会不分彼此用对方的碗筷 小姑子会时不时对着娃爹 做个嘟嘟嘴的动作 我也有过哥哥 哥哥意外溺水而亡 我爸怪我妈没有看好 两人离婚 我跟了我妈 一直以来 我很羡慕有哥哥的女孩 刚开始 我还傻乎乎地 以为他俩是兄妹感情深 谁曾往其他方面想过 直到后来有次 我看见小姑子跟娃爹嘴对嘴亲亲 瞬间冻住 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兄妹再亲 应该也不会嘴对嘴亲亲吧 在老家几天 我发现他们出门都要手牵手 并且不是一般的牵手 还是食指相扣那种 有点感情经历的人 应该都明白食指相扣的含义吧 他们在前面走着 我在后面跟着 路人谁不说一句狗男女 不是 谁不说一句相配 我本想提醒娃爹 可还没张开嘴 就被小姑子无辜唇洁的细语弹了回来 嫂子 你不介意吧 我跟我哥从小就这样 习惯了 这操作 就说一句老六 你服不服吧 一大早 刚吃完饭 娃爹本来打算带我回他以前学校逛逛 谁知道 小姑子先贴了上来 他直接绕过我 走到他哥面前 像是对爱人说话 跟他哥撒娇道 哥 咱俩回以前学校看看怎么样 他说的是咱俩 而不是咱们 说着说着 很自然地从背后 搂住了娃爹的脖子 哥 你试试 还能不能背动我 娃爹笑笑 巴拉着他妹的屁股 就背了起来 我天 这啥操作 她们的行为 已经完全超出了 我对兄妹关系的认知 那时娃爹已经三十多的人 小姑子也三十了 最关键的是 还是当着我这个嫂子的面 还有一次 我在外面洗衣服 她妹在卫生间洗澡 她妹对着外面洗衣服的我说道 嫂子 能不能叫下我哥 我还以为我听错了 洗着澡 叫她哥 这又是啥操作 我一时脑子转不过来 把她哥叫了过来 看着她爹 在晾衣架上找了半天 最后拿起一条 垒丝边内裤进去了 垒丝边内裤不是我的 更不是我婆婆的 成年哥哥给成年妹妹拿内裤 这正常吗 关键她为啥不让同性的我拿呢 洗完澡出来 她妹下身只穿了件超短的紧身短裤 上身穿着宽松的博款白T恤 里面的点若隐若现 又白又细的大腿 连我的欲望都勾起来了 Lisa见了都要直呼抓马 从那次老家之行开始 我对小姑子越来越摸不透 后来我跟娃爹每次吵完架 她总会跑到娃爹朋友圈下面声援 你是最好的把鼻 全世界最好的男人 妹妹永远爱你 想起过往一幕幕 我喊她一句绿茶表不亏吧 平日里 她妹时不时总能出来 恶心我一下 情人节 五百二十 七夕 一个不落下 但通常只是一个小礼物或小红包 每次我提都被她对回去 都说女儿还是爸爸上辈子的小情人呢 难道女儿跟爸爸也有什么吗 你能不能把心思放孩子身上 别整天胡思乱想 我也一直自我宽慰 她们是兄妹关系 只是没有边界感谢 应该不会有什么实质问题 索性就睁只眼闭只眼吧 没想到 现在居然直接送上一万八的包了 后来连续几天 我跟她都是冷战状态 我知道她是有了底气 可她忘了她的底气是谁给的 倒是她妹一个电话 接着一个电话地打个不停 一条微信一条微信地发个不停 嫂子 我错了 我已经把包寄给你了 你跟我哥千万要好好的呀 不然我良心不安 这样的话不知道她说了多少次了 可每次都以我的退让而结束 接着她又顾忌重施 她铺垫这么多 如果不是因为她是她妹妹 我都以为是有什么复仇大计要施展 妈妈 离婚是什么意思啊 六岁的闺女眨巴着她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 哪声哪气地突然问我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呀 我很惊讶 孩子怎么会突然问这个问题 哦 我们班晓彤的爸爸妈妈离婚了 她在学校天天哭得很伤心 那你想让爸爸妈妈离婚吗 我话还没说完 闺女已经哇哇大哭了起来 我不要爸爸妈妈离婚 我不要爸爸妈妈离婚 说实话 结了婚 女人唯一的软肋就是孩子 如果不是孩子 离婚率简直不敢想 本想跟她彻底做个了断 看着眼前只有六岁的孩子 我又心软了 到V包包事件后 家族群平静如一潭死水 她妹的朋友圈也设置了对我不可见 总算过了一段太平日子 可有些人啊 总喜欢关上一扇门的同时 为你不经意打开一扇窗 有天上网 我居然发现了她妹的微博小号 呵 俨然一副把微博当朋友圈的架势 自从发现了小姑子的这个秘密 我没事就在网上各种探秘 不巴不知道 一巴吓一跳 原来小姑子在我看不见的角落 跟她哥更好呢 忽然有一天 她告诉我她父母下午要来北京 我很不高兴 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声 她一脸恼怒 我父母来北京看我 还要我跟你商量 真把自己当皇帝了呀 我接完孩子到家一看 来得何止她父母 还有她妹 见我回来 他们装作看不见 继续聊着天 见孩子在边上 我压住情绪 低声丢了句 爸 妈 你们来了 说完正想进里屋躲清闲 她妈开口了 思思啊 娇娇在北京找了个工作 想先在家里住一阵 呵 只有三本学历 又嫌吃苦 怕受累 在四五县城市上个班 都是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很难想象她能在这找到什么像样的好工作 还没等我说话 小姑子先着急开了口 我要出去租房 我那么大了 在哥哥家不方便 我心想 行啊 看来上次包包事件 没白大闹一场 长到三十多岁了 终于知道 男女有别了这事 他爸坐在沙发上 敲着二郎腿 抱着胳膊 一副大家常的姿态 看着我跟他儿子命令道 那这样吧 娇娇刚上班 房租你们先出 事后 我找到江山理论 这钱怎么也不该我们出 江山看都不看我一眼 只顾打游戏 你就是太斤斤计较 聪明反被聪明误 亲人之间用得着 算这么轻吗 小姑子学历不高 去坐前台 他闲站的时间太长 又找了个客服的工作 他又嫌说话太多 做的时间太长 后来不知受谁的影响 又迷上了追星 我就不能有个喜欢的人了吗 可以可以 但能不能不要拿着我的钱去造啊 忽然有天 小姑子哭得梨花带雨 眼睛哭肿了 嗓子也哑了 我婆婆见了 心疼得不行 一把搂住 我的小乖乖怎么了呀 妈 哥 让我自生自灭吧 我不配在这个家 没学历 也没能力 挣钱又少 原来是被分手了 她嫌我是光定女 没车没房 又大龄 以后我就跟您相依为命了 你们不知道 婚前没有自己的房子 在婚恋市场很吃亏的 同样是女人 凭什么嫂子就能有自己的房子 我就不能有 这句话倒是听得真切 凭什么嫂子有自己的房子 凭我苦读数年 加班熬出了胃病 地下室里看过无数双别人的鞋 披星带月闯过了一关又一关 我在厨房做饭 他们在外面聊天 虽然听得不全 但也听了大概 我婆婆跟我老公嘀嘀咕咕 我用脚趾头都能想到他们 接下来要干嘛 吃过饭 江山主动贴过来要收拾碗筷 老婆 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下 江山试探性地说道 咱们给我妹副首付怎么样 我没理她 她的一声扔掉了手里的托把 静止走进了卧室 她跟了过来 我冷笑道 她想要房 自己买去呀 凭什么我们给她付首付 之前一万八的包都不满足了 现在要一百八十万的首付了是吧 江山掐着腰 提高了声调 话语中全是不耐烦 不是 你是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房子那么贵 让她一个小姑娘 怎么买得起 我冷笑一声 我站着说话不腰疼 我也是靠自己一步步奋斗 才走到今天的好吗 她小姑娘 我跟她这么大的时候 孩子已经上学了 为了不丢掉工作 我一边杯奶 一边上班 乳房仗成了石头 我容易吗 你能 你是女强人 你总不能要求别人都跟你一样强吧 我也不客气 狠狠丢下一句 那就不要在这下逼逼 跟别人哭着闹着喊着要东西 大家都是成年人 小孩那些把戏就别玩了行吗 你真是不可理喻 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因为我死活不同意 买房的是暂时搁置 转眼十一了 她九十岁的奶奶说想她 她想让我跟她回老家 本来我不同意 当初我奶去世 你都没回去吧 她很不耐烦 那是疫情 跟现在能一样吗 在他们的软磨硬泡下 我最后同意跟她回老家 但不见她的那些七大姑八大姨 尤其家族群那些人 她也同意了 结果到家第一天 就跟她的七大姑八大姨吃饭 她大姨坐正中间 一副大家常的架势 大家都是一家人 磕磕绊绊难免的 以后有事商量着来 可不许再闹了 让人家看笑话 我说得对不对 思思 大家说说笑笑 嘴里说着就是就是 我没吭声 只顾低头吃饭 她二姨 江山真是太厉害了 全职太太 是不是很轻松啊 思思 她三姨 当然了 不用操心挣钱 伸伸手 张张口 多叫几句老公 钱就来了 哈哈 她表妹 是不是啊 嫂子 呵 我还给你脸了 外人看来 江山主外 我主内 前一段 又买了二套房 她妈逢人就说 看看 我儿子多厉害 媳妇不上班 养着家 还又买了二套房 她不知道 房是我妈出的钱 以我的名义买的 并且我们签署了婚内财产协议 房子是我个人财产 此时此刻还是一样 我两只手拖着下巴 瞪大眼睛 一脸无辜 对对对 可关键是伸手要钱 也得有人给啊 再说了 我们家的钱都是怎么来的 大家可以问问姗姗 他们一个个瞠目结舌 哑口无言 江山更是战红了脸 一把把我拉出了包厢 老婆 当着那么多亲戚 给我点面子行吗 我没好气 我就是给你脸给多了 一个个才会蹬鼻子上脸 第一天就闹得不花而散 第二天 我们一起去古城玩 逛街时 小姑子跟她走在前面 一路有说有笑 我带着孩子 在后面又哭又闹 来到景点 江山想穿古装拍照 谈好了价格 江山正准备去拍 一直打电话的小姑子 从后面探出个头 哥 等等我 咱俩一起拍 你穿皇帝的衣服 那我就穿皇后的衣服了 孩子一直喊着热 又热又饿 他们不顾孩子 拍了一张又一张 我带着孩子 去稍远一点的便利店买吃的 回来见两个人还在拍 他双手搂着娃爹的脖子 娃爹搂着他的腰 身情对视 这要说只是兄妹关系 鬼都不信 我想起小姑子的小号 忍无可忍 想上去恶心恶心他们 转瞬一想 还不是时候 我拿出手机 把眼前一幕幕拍成了视频保存 半天 他们才注意到我回来了 不慌不忙把手松开 然后继续你浓我浓 把我当作空气 嫂子 你带着孩子 不方便照 我都替你照了哈 吃饭时 我一句话不说 只顾低头吃饭 哥 你尝尝这个 很好吃的 小姑子说着 已经把筷子递到了他哥嘴里 他哥一脸满足 那表情 就是我们热恋时 我都没见过 后来一连好几天 他们的奇葩行为 都被我一一记录 简直没眼看 逛完街 娃爹说晚上 他要跟高中同学聚会 让我回家休息 他妹妹说去见朋友 设恐的我八步的不去 可没想到 他居然把他妹带去了 我回到家 打开手机 正准备追会剧 看见他妹发了条朋友圈 陪他走过去走过的路 吃一起吃过的面 参加他的高中聚会 好怀恋过去的时光 配图是两个人手牵手 小姑子依偎在娃爹身上的背影照 还有一张是两人同吃一碗面低图片 WC 一瞬间 一万句CNN飘过 等我反应过来 想截屏保存 发现已经看不到了 一时间 我感觉自己产生了幻觉 这不符合道德呀 关键也不符合科学呀 我握紧拳头 紧闭双眼 做了好几次深呼吸 才算片刻平静 临走前一天 又说去他旧家 我押着火同意了 可等了很久 他就都不出来 他父母进去沟通了一会 依然未果 后来说 要让我跟娃爹进去给他下跪 丹丽 我一听火就起来了 我跪你妈 这是故意要给我下马威 他妈 我们这把舅舅看得很重的 他爸 你们之前没办婚礼 按说 这是第一次见舅舅 让你们下跪 这是礼节 说得跟真的一样 还不是因为上次 我在家庭群里大闹的原因 小姑子也凑上来 嫂子 你不知道 我们家 要是没有我舅舅 我跟我哥 根本上不了大学 不给他下跪 会被人戳几辆骨的 话都说这份了 我在下跪 都对不起戳我几辆骨的人 我二话没说 准备扭头走人 他就终于出来了 上来第一句话就是 这么奇葩的媳妇 在哪找的 真是家门不幸 婆婆在边上 假母假式地劝着 哎 算了 一代人一代人的活法 旁边一个连是 谁都不知道的 老头插话道 话可不是这么说的 就是天王老子 该有的礼数 他也一个不能少 最敏感的神经被刺痛了 我冲着他们大吼 难道一群人欺负一个外来媳妇 也是你们的礼数 他们被我对得不再多说话 反了天了 你怎么跟老人说话呢 江山恼羞成怒 上来给了我重重一记耳光 结果 年没过完 我就改签返京了 我提出离婚 江山死活不同意 我知道他不会同意 毕竟在这个家实际挣钱的是我 虽然他以为那些钱 都是我啃老的来的 家族群又热闹了起来 他大疑 女人是一个家的风水 女人好不了 这个家好不了 他就 一个女人毁三代 一点不假 他们不知道 此时江山手机正在我手里 为了一表忠心 江山正满屋子收拾打扫 并且把手机拿出来 随时供我查阅 以往也发生过这种事 更多时候 我都是懒得看 今天还真想看看 没想到另外一个 没有我的家族群异常热闹 他大疑 这样的女人 别说给我做儿媳妇了 给我提鞋都不配 呸 他妈 爱 也难为姗姗了 咋就找个这样的 他就 这样的泼妇 还不赶紧离婚 还留着过年啊 真是家门不幸 他表哥 要是我娶个这样的媳妇 我早把她打老实了 女人就是欠 三天不打 上房接瓦 他妹 嫂子确实做得太过分了 怎么能这样对待长辈呢 他表妹 看看 从来不说 别人半句不好的娇娇 都受不了了 可想而知 他做得是有多过分 我知道 他们都等着江山 跟我离婚呢 我假装成江山 回了句 好 那我跟他离婚 他妈 姗姗 太好了 你终于想通了 妈真是太高兴了 他妹 呜呜 哥哥终于不受气了 他爸 儿子 你可不能吸软 那些家产 都是你辛辛苦苦挣来的 可不能脑袋一热 便宜了他 他大姨 就是就是 这个可是关键 一分钱都不给他 看他咋做 他就 赶紧离 离掉舅舅 给你找个黄花大闺女 比这个颇富强一万倍 哈哈 我反手拿自己手机 把对话一一录平 他们不知道 实际上 我这个主内的人 比他那个主外的人 挣得还多 当然江山也不知道 江山以为我只是 有个可以啃老的妈 当初跟他相亲结婚 能留在北京 大家的规划都很清晰 谁也不会仅仅为了婚姻 就留在这里 但婚姻又的确是计划的一部分 所以对这样的婚姻 我确实留了一手 婚后不久 我就拿我的婚前财产 以我妈的名义 参股了一家公司 所以 我只是隐名股东 没想到这两年 正好赶上了风口 财富数十倍的增长 此时 他说是收拾打扫 其实只是 拿着另一个手机 在卫生间刷美女直播 这种事 我早已见怪不怪 半个小时后 他从厕所出来 一脸讨好 又让人恶心地假笑 怎么样 对我查完岗了吧 清清白白 没有问题吧 他以为他的秘密 都在那个手机上 没想到 家族群成了炸弹 我轻飘飘丢了一句 咱俩离婚吧 我刚说完 有我那个大家族群 又热闹了起来 这个家族群 跟另一个家族群 唯一的区别在于 这个家族群里 有个家儿媳妇 周末一大早 他就先是发了篇 什么样的女人 一辈子不会幸福 发完专门 了他儿媳妇 他舅妈接着发了篇 什么样的女人 留不住老公 发完也专门 了他儿媳妇 他儿媳妇 这次没沉默 直接发了句 我要跟陈昊离婚 陈昊又一次 因为嫖娼被抓了 你们有时间 抓紧处理一下 Oh boy 陈昊是他表哥 Old boy就是他舅 一向把自己 标榜为圣人君子 以师叔礼仪 父慈自孝传家的 他舅怎么能受得了 儿媳妇此等造次 我连发了三个赞的表情 直接了他儿媳妇 这下可把他们家 彻底恼怒了 他妈 自己的事管好了吗 瞎操别人的心干吗 我没好气 我的事 他也没少操心吧 我提离婚 他死活不同意 坚持称感情没有破裂 直到有天 我在网上 发现了他妹的写作号 他妹居然在写网文 置顶的文章 题目是 知道我不是亲生的 我把我哥当成他 开头就满满的宿命感 我爱上了我的哥哥 我们不是亲兄妹 可惜他已经结婚了 可只要有爱 这一切都不是问题 不是吗 果然是出反常 必有妖 背景封面是两只 紧紧牵着的手 其中那只大手 我一看就是娃爹的手 毕竟摸了那么多年 尤其是大拇指上的 那个物质 更是显著特征 看见这我可就来劲了 我接着往下滑拉 他们之间一系列的骚操作 他居然像写日记一样 都一一记录 原来小姑子 真的不是我公婆亲生的 并且我公婆还不知道 小姑子已经知道了 她不是亲生的 听起来有点绕 但这个信息很关键 也就是说 小姑子跟娃爹 根本不是亲生兄妹 想到这 在想起他们之前 那些骚操作 一阵反胃 想吐 我更发现 原来她不但跟这个哥哥 不清不楚 还给人当小三 原来她没说的相亲对象 早已有了家事 从后面发的文章里 我更了解到 虽然她父母还不知道 他们已经知道了 自己不是亲生的 但她早就知道 他们也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他们并非亲兄妹 她也是明知的 并且一直默默享受着 这段说不清到不明的关系 带给她的快感 顿时嘴里像吃了苍蝇 即便吐出来 依然能恶心一辈子 真是离谱她妈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原来她对她从来都是男女之情 而非兄妹之情 最后那句 我终于要实现我的梦想了 让我不寒而栗 我看了下时间 正好是我在家族群 以江山名义 提离婚的时间 没想到 意外的发现 居然成了离婚案的转机 我把之前他们的各种亲密照片 都整理了出来 我找到律师 但律师说 没抓住实质画面 单凭这些 还是很可能被认定 夫妻感情没有破裂 因为一直没有离调 我们还都在家里住 一人一巫 我装作若无其事 一分钟都不想待的我 为了搜集证据 忍了 她妹还是会来 表面上叫着我嫂子 跟她照旧庞若无人地打闹着 她哥不在的时候 她总算露出了狐狸尾巴 她一脸得意 挑眉眨眼 故意挑衅道 嫂子 对男人不能管那么紧 男人就像手中沙 抓不住的 那天 我刚准备出门吃饭 被她妹一把叫住了 嫂子 我们今天吃火锅 你要不要一起啊 不用了 谢谢 我对绿茶的口水过敏 嗚嗚 嫂子 如果是我得罪你了 我给你赔礼道歉 你不要跟哥哥离婚好不好 说着就伸手抱着我大腿 扑腾一下跪了下来 我一把把她推开 她顺势躺在了江山的身上 当时我就知道机会来了 后来果不其然 又是摄像头帮我记录一切的一天 开庭时 她依然不同意离婚 说感情没有破裂 我当场拿出她家微信群聊天截屏 可早被他们删得精光 她根本不承认 对着我一口一个老婆老婆的叫 还说一切都是误会 我把家里的视频拿了出来 那画面要不是因为要当作证据提交 我都怕我被说成是传播淫秽物品罪 如果不是那些证据 一时间我都差点相信自己是个恶人 了解实情后 她父母一脸猛逼 你们怎么能这样啊 你们是兄妹啊 她妈拍着大腿 哭喊 真是家门不幸啊 嗯 终于知道什么叫家门不幸了吧 晚了 她父母死活不同意 我俩离婚 也是都到这份上了 她肯定把家里挣钱的主力告诉了他们 他们怎么舍得抛弃我这棵摇钱树呢 不是啃老族呢 她倒是理直气壮 她就是个啃老族 她妈都那么大岁数了 也没几年肯了 她自己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 怎么养孩子 呵 早想到会有这么一手 早在刚跟她提离婚时 律师就建议我找个地方上班 证明自己有能力抚养孩子 提交起诉状的那天 我就把工作关系放到了参股公司 我的岗位是销售 不需要天天做班 律师把我的参保及公司人员情况作为证据提交了上去 那一刻 他们傻了眼 因为签署了婚内财产协议 又因她有过错 财产分割很顺利 我分大头 她分小头 她的那些所谓的好亲戚 此刻变身成忠实的吃瓜群众 个怀鬼胎 37岁生日当天 我拿到了判决书 拿到判决书的那一刻 天空居然蓝得不像话 明明前一刻还是令人讨厌的雾霾天 离婚后 听说她没死活要嫁她 真是开了眼了 还强行给自己洗白 我们严格意义上讲不算法律意义上的兄妹 我只是寄养在她家 没有办理收养手续 可不到半年 她之前的妹妹 第二任妻子 我曾经的小姑子 最后也跟一个有家式的老男人跑了 听说被正式打了个半死 而她呢 她的公司也突然走到了破产边缘 当然 这一切是我刻意为之 我参股的公司是江山公司最大的甲方 说白了她只是给我打工的打工仔而已 那些资源我能给她 也能拿回来 她分的那些财产 也都拿去补了公司的窟窿 心急如焚的她到处想办法圈钱 最后涉嫌非法集资被抓 她表哥因为嫖娼 一次次被抓 最后媳妇也跟她离了婚 她就也没脸再当大家常 要舞扬威了 后来某一天 我刚下班 她父母叫住了我 想让我救救江山 一日敷七百日恩 珊珊怎么也是孩子的爸爸 你不救她 将来孩子是会埋怨你的 事到如今 还给我强行洗脑呢 我头也不回 只留下一句 傻逼 远处的孩子 看着这一切 一直给我鼓掌 妈妈 你真棒 阳光透过树叶 洒在小路上 我跟闺女紧紧交织的影子 跟斑驳的树影交错依微 那一刻我无比轻松 很多时候 选择错误或许没那么可怕 能及时终结错误 未尝不是一种幸运 终结实在